美国驱逐舰再次过航台湾海峡并进行炒作 党内媒体炒作美舰在台海尾随山东舰 台海巡部门望称或将进行雄风系列导弹试射 不断给自己壮胆台当局到底心虚什么 如果按照目前这种炒作方式 实际上是给美军进入到周边提供条件 如果在这个时刻引发中美在某种程度上的海上军事对抗 这大概也是炒作的题中应有之一 台防务部门声称预向美求购可覆盖大陆导弹 台军所谓精锐部队尼掉台北反斩首 计划在2023年下水的制造潜艇又出现幺蛾子 台当局此时不断刷存在到底意图何在 这些先进的进攻性武器的大量的进入台湾 除了台军在用的话美军也可以调用 那么它就会不断地提高我们维护国家主权 和临头完整这些行动的成本 如果在第一岛链上充当美国的战略前沿 充当美国新型武器装备的发射阵地 这样美国的战略利益也能够得到某种程度的实现 所以台湾是用自己岛作为一个代价去换取美国对台湾的保护 俄军发射匕首高超声速导弹 俄美爆料美国正计划切断俄罗斯与GPS导航系统连接 与此同时美国鱼鹰悬翼机在北约军演中坠毁 美国一旦切断俄罗斯与GPS连接 将对全球安全带来怎样的危害 美国不断向中俄放案件 真的会有效果吗 防务新观察特要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各位好 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 我是宁钊 近日美约翰讯号导弹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 并公开进行炒作 而岛内媒体也炒作称 解放军山东舰通过金门外海石 由美军驱逐舰进行尾随 具体内容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翼陆军大校表示 3月17号美约翰讯号导弹驱逐舰 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 组织兵力对美舰过航行动 全程跟肩警戒 美方此类挑衅行径 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是十分危险的 战区部队随时保持高度戒备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此外 近日岛内媒体炒作称 解放军山东舰18号通过台湾海峡 后方由一艘美军驱逐舰尾随 台防务部门还声称 解放军军机18号进入台西南空域 共有两架次歼11战机 一架直九反潜直升机 而近日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空军司令 维尔斯巴赫透露 美F35战机最近在东海与中国歼20战机 进行了所谓相对近距离接触 这是美国军方第一次披露 中美隐身战机近距离接触 邻居岛内媒体16号报道 台海巡部门与台军舰队 前往所谓西南海域进行海墙操演 总计十余艘主力舰艇 规模为历年罕见 报道称台海巡部门官员表示 残岩的安平级舰艇上 预留有导弹发射与雷达战斗系统 模块化在台 2022年汉光演习时 安平舰将有可能进行 雄风系列导弹的试射 台当局近期为何密集进行演习 又为何要轩然炒作所谓美舰 在台海尾随山东舰的话题呢 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好 欢迎两位 首先 乔杜老师 岛内媒体为什么此时要炒作 这个山东舰通过台湾海峡 这样一个话题呢 山东舰 梁东舰都出了大话题 这种情况下 台湾媒体自然不会放过 从炒作的角度来看 三个理由 第一是热炒 有逢舰必炒 只要是解放军各种演戏行动 包括航空母舰 在台海周边的行动 在宫谷海峡的行动 包括在太平洋的行动 每个时刻呢 台湾媒体都要进行放大 通过对航空母舰 以及其作战编程的这种炒作 去放大解放军的威胁 实际上呢 还是对整个解放军 综合作战能的一种高度的焦虑 第二是干炒 炒了半天也没有太大的用途 自己准备了一些所谓的航母杀手 像驼疆机 搭载着反舰导弹 要对航空母舰进行攻击 另外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 所谓的反航母大杀器 实际上呢 都非常小 根本不可能对航空母舰 构成质的影响 这个状态下 如果进行频繁的炒作 好像能够为岛内 打上某种鸡血 但是稍有军事常识的人 就可以看出 这种炒作 没有任何含金量 第三是恶炒 如果按照目前这种炒作方式 实际上是给美军进入到周边提供条件 比如说解放军 辽宁舰 山东舰 进行各种训练活动 美国航母在哪里 如果在这个时刻 引发中美在某种程度上的 海上军事对抗 这大概也是炒作的 题中应有之一 那滕先生 这党内媒体 为什么此时要炒作 由美舰在台海 尾随山东舰 这样的一个消息 其实从美舰来说 跟踪我们的航母战斗群 不是第一次 但是在台湾海峡附近跟踪 这还是我们发现第一次 有这样的一个行动 那么我觉得它两方面 海一方面就显示 美国海军在这个地区 它确实实是 还有一定的掌控能力 即使是面对中国的 航母战斗群来说的话 它也会派出随便作战舰艇 进行跟踪监视 这是一个方面考虑 第二个方面考虑 我觉得为什么老跟着 我们的航母战斗群转呢 它是来为观的 它对于中国海军航母的 作战能力 进行严密的监控 那么美国以及周边有关国家 一直对我们航母战斗群的 发展作战能力 给予高度的关注 比方说对我们舰载机的 一些观测 还有对我们航母战斗群的观测 确实靠得非常近 我们记得去年年初的时候 美国也曾经派出 水面舰艇在南海 对辽宁号进行近距离的 这种监测 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 美国派水面舰艇 跟踪我们航母战斗群呢 一方面呢 像岛内民众显示 美国海军在这个区域呢 它还有一种主导性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要 不断地跟踪监视 我们的航母作战能力 因为作为一个航母战斗群来说的话 到什么程度 它的作战能力要怎么样 它必须要近距离地进行 一系列的监控 所以监测 那杜先生 我们关注到这个 美国的约翰讯号导弹驱逐舰 近日是过航台湾海峡 并且进行了公开的炒作 但是我们看到 拜登是提出了四步一无一 那为什么在这个具体的 执行层面就变了样呢 美国对中国的承诺 都是真实的谎言 战略层次 从817公报签署之后 违反817公报 践踏817公报的事实 比比皆是 像台湾出口的武器装备 从所谓的防御型 正在向进攻型转变 由以前的事量缩小 到现在正在无限扩大 另外海上遭遇规则 也明显受到了美国的挑战 像之前各种遭遇规则 规定双方必须 要有安全对话机制 现在无论是在各个海域 美国的四翼横行 包括各种有威慑性的 军事行动始终在进行 这次讲的四不一无一 实际上美国也没有做到 而且就在提出 四不一无一的期间 美国的驱逐舰过航台海 那么这不支持台独吗 很显然是对台独 释放策务信号 另外在周边 通过四国机制 包括各种黑色角关系 对中国进行战略挤压 已经形成了常态化 用联盟的能力遏制中国 现在是美国在周边 正在做的一件事 另外在很多方面 对于中国的主权尊严 有严重的践踏 而且从目前看 周边如此强大的海空兵力 史上罕见 这位今后有可能冲突 埋下了伏笔 所以美国目前 在表述上是一套 在行动上又是一套 嘴上手上不一样 这是美国的一个基本的规律 另外有个美国印太战略 把中国作为最核心的目标 那无论是政治 经济 文化 军事 几条线都在进行对抗 所以之前拜登的一个重要政客 曾经说过 尼克松时代已经过去了 也说明了中美的关系 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以前的合作 正在被美国所发起的 恶性竞争所取代 我们看到现在 美军方还炒作称 近期美国的F-35战机 在东海与中国的J-20战机 进行了一个相对近距离接触 对此您怎么看 美国炒作号称是 全球五代机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 而且对J-20还进行了 某种弹引号的表扬 说飞得很好 特别是数据量杀伤系统 对导弹的引导 让我们非常感兴趣 实际上是对中国的一种捧杀 而且说我的E3预警机 根本就看不到现在的J-20 我感觉它是要提升自己的装备水平 如果F-35战斗机和J-20 在近距离的遭遇中 没有优势 没有胜算 那么这句话的核心意图 并不是对J-20进行太引号的表彰 而是要用六代机来克制J-20 美国正在进行六代机的研发 而且美国军方也讲 六代机完成是非 那到底是非能什么样 以什么样的姿态已经是非 而且是三间几口 也说明美国目前正在寻求新的优势 如果能够在主战武器飞机带子方面 超越中国 这大概是美国的最高目标 另外讲预警机 根本就看不到J-20 而且还用E7猥蝎去替代 也说明这句话并不真实 E7和E3相比 在综合作战能力方面 有比较大的差距 特别是那个平衡目 它在飞机的前方后方 有雷达盲区 和E3相比 搜索范围相对较小 视野根本不足 所以我们感觉 它在为下一代预警机做铺垫 如果E3看不到 E7看不清 那么下一代预警机 通过升级改造 能要更多的钱 能有更多的军事技术在其中 这样对中国的预警能力 特别是在空中的指挥协调 包括武器装备 交由第三方控制 就会有明显的进步与发展 所以这次近距离接触 让美国得到了很多借口 那么今后空中作战能力的转型 势在必行 此外 台防务部门近日证实 正在持续通过研发和采购 企图配置射程 能够覆盖大陆内陆的导弹 防务新观察稍后继续 岛内媒体3月17号报道 台防务部门官员建议 规划将隶属台军所谓特战指挥部 位于金马鹏三地的101侦察营 全数以防到台北市 负责束手淡水盒执行所谓反特攻 及反斩首任务 但问题是 台军之前为了让特战突击挺住房 已投入数亿元在金马鹏三地 行建专用港琴设施及码头 这笔巨资或将打水漂 此外 岛内媒体还报道称 台防务部门日前宣称 正持续通过研发和采购 企图配置量产具有攻击性 且射程范围涵盖大陆内陆的导弹 台防务部门还证实 台军方正与美国政府 争取采购AGM-158联合空对地导弹 目前该军购案仍在进行中 另一据岛内媒体报道 3月17号 台湾地区造船厂负责人 首度发表公开信称 自造潜艇碰到严重瓶颈 包括设计人力不足 装备无法如期到场等问题 层出不穷 参与人员压力非常大 希望不要放弃并离开 台当局此时渲染 要研发和购买 设程可涵盖大陆内陆的导弹 到底意图何在 台军所谓精锐部队 为何此时要调往台北 执行所谓反斩首任务呢 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好 水源强度先生 我们看到台防务部门 现在证实说台军方 正在向美国政府 要求采购AGM-158导弹 那么现在台当局渲染 要研发和采购 射程能够覆盖大陆内陆的导弹 有何意图呢 台湾也根据所谓的 远程导弹计划 搞了个雄生计划 就是把雄风二翼 最终远程巡航导弹 进行了加改装 而且今后要量产 主要目标呢 还是魔法美国战斧 但是形成台湾版的 一个老战斧 这样呢 在低空对目标进行攻击 突发能力 打击能力 都会有一定的提升和发展 如果能够拿到 具备一定隐身能力的 AGM-158 甚至是AGM-158的C型弹 之后呢 它会成为一个 所谓的空战和海战体系 就这款武器装备 不仅可以空射 去攻击舰艇 去攻击内陆的陆上目标 同时呢 还可以反舰作战 美国的远程反舰导弹 就是158基础上的 一个网络版的导弹 如果台湾今后的潜艇 包括暗机发射装置 以及水面舰艇 能够使用这种武器装备 对大陆目标进行攻击 那么至少与美国 在武器装备上 再次保证同行同代 所以总的感觉 台湾目前已经把自己 和美国融为一体 如果在第一岛链上 充当美国的战略前沿 充当美国新型武器装备的发射阵地 这样美国的战略利益 也能够得到某种程度的实现 所以台湾是用自己岛 作为一个代价 去换取美国对台湾的保护 获取更多的新型武器装备 和新型作战能力 那乔腾先生 美国一旦出售这种 远程进攻性武器 您觉得会对当前台海的 和平稳定带来怎样的危害 从现在来看的话 特别在特朗普政府期间 它已经完全取消了 过去只向台湾出售 这个防御性武器 比方说F-16 它是AB 现在的话F-16V都过来了 现在又出售进攻性导弹 显然它在向台湾出售武器方面 没有任何底线 这一点来说的话 是非常明确的 那从影响来说的话 我觉得至少有两面 第一个就是会给台湾岛内的分裂势力壮胆 因为一旦台军装备的这些进攻性武器 比方说刚才讲的导弹 它可以瞄着大陆的一些重要目标 它认为可以依此为要挟 来动摇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信心和意志 这是一种给台湾鼓劲的一种行为 那么另外一方面 它会大幅度提高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成本 毕竟我们现在看的话 美台之间的军事融合都是非常之高的 那么未来如果说在台海方有冲突的话 我相信这些先进的进攻性武器的大量的进入台湾 除了台军在用的话 美军也可以调用 那么它就会不断地提高我们维护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这些行动的成本 但是不管怎么样的话 这些进攻性武器 我相信不会动摇我们决心我们的意志 所以不管美国向台湾出什么先进的进攻性武器 都不可能改变我们的立场 改变我们政策 杜先生我们观察到台军所谓的精锐部队 近日是全数移防到台北市 那为什么所有的部队此时要移防到台北市 并且还进行了一个所谓的反斩首任务呢 现在爱护者三导弹正在向台北集结 特战部队也在向台北集结 明显摆出了一种反斩首的态势 我感觉目前台湾当局搞这种活动有三怕 第一它害怕大陆的坚定决心 国防部外交部 国台办都对台独发出了明确的警告 多人行动如果越过红线之后 雷霆之势马上就会到达 这个状态下如果对大陆解放军这个能力 以及意志进行低估后果非常严重 第二它害怕大陆的决队军事优势 目前台湾虽然有些小动作 搞什么毒蝎战略 毒磁战略 但目前看无论向美国买多少武器装备 对于两岸军事形势的对比 没有质的影响 也不能侃生根本性的影响 虽然求过了一大堆垃圾武器装备 但是在大陆解放军 陆海空天一体的攻击能力面前 不可能有生存机会 也没有生存的时间 第三坏事做尽 心里更害怕 如果在台独路上狂奔 特别是违背九二共识 风言风语很多 与美国拉近军事关系 挑战大陆的底线和尊严 分裂国家 这是历史罪人 如果遭到惩罚 这个惩罚一定会非常严厉 所以这个状态下 如果心中充满恐惧 一定会把所谓的精锐部队 向台北进行移防 把最好的武器装备 向台北移防 这样老百姓就可以清楚地看到 这些部队保卫的不是台岛 原来保卫的是某个人 保卫的是某种反动势力 这个状态下 信任程度将会大打折扣 所以反斩首的眼泪行动 从表面眼来看 能够起到一定的防御效果 但是从辐射的向上去分析 跟实际所取得的效果去对比 正好相反 此外 近日 俄罗斯航天局局长罗戈金表示 美国正在考虑切断俄罗斯 与全球定位系统的连接 据俄新社3月19号报道 俄罗斯航天局局长罗戈金表示 美国考虑切断俄罗斯 与全球定位系统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GPS的连接 他认为无需感到紧张 因为俄罗斯有格洛纳斯系统 所有的智能手机都装在了该系统 即使被切断GPS系统 也能正常工作 格洛纳斯系统最早开发于苏联时期 后由俄罗斯继续该计划 其作用类似于美国的GPS 欧洲的伽利略 和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到2009年 其服务范围已经拓展到全球 而就在一天前 俄罗斯军队在军事行动中 动用了传说中的大杀器 匕首高超声速导弹 这是俄罗斯首次在境外使用 这种号称无法拦截的导弹 邻居挪威军方19号证实 一架美国V22 于英式轻转悬翼机 在挪威北部贝亚恩附近坠毁 机上四人全部遇难 坠毁的美军于英式轻转悬翼机 正在参加北约在挪威进行的代号 为寒冷反应2022的军事演习 来自北约国家的约3万名士兵 约220架飞机参与此次演习 根据计划实战部分演习 于3月10号至4月10号进行 美国余英式轻转悬翼机坠毁 将对美国为首的北约演习 带来怎样的影响 美国一旦切断俄罗斯与GPS连接 俄军导弹导航是否会受到直接影响呢 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老强 杜先生 随着这个西方国家对俄制裁的不断加码 您觉得未来美国切断俄罗斯 与这个GPS的连接的这种可能性大吗 目前看呢 如果GPS与俄罗斯脱钩 受伤的是美国 美国在民用GPS方面 在全球巨大的蛋糕 如果通过所谓的制裁方式 让俄罗斯与GPS脱钩 实际上会促进俄罗斯 哥罗纳斯系统 在民用空间的大量使用 同时也给其他国家的 全球导航定位系统提供一个大的市场 所以这种制裁呢 应该是杀敌一千 自损一千五 实际上美国的航天产业更受伤 这个状态下 两国之间的航天合作 发动机啊 包括这国际空间站方面的合作 会受到很多的影响 与俄罗斯在民用航天领域的合作 也会中断 实际上美国在自己 卫星 导航系统 市场 占有份额方面 也会大幅地降低 所以美国占这种事 是在割自己的肉 三思而行 有可能会做出一种相对均衡的选项 那滕先生 如果说美国切断了俄罗斯 与这个GPS的连接 那俄罗斯的这个导弹导航 会受到直接的影响吗 我觉得影响并不是很大 因为我们都知道GPS 它分两套 一套是民用 一套军用 那么军用的一旦有冲突 特别涉及到俄罗斯的使用方面 它肯定会关闭的 所以它现在实际上 已经处在一种关闭状态 不可能让俄军使用GPS 来使用它的精确指导武器 另外我们也知道 精确指导武器 它是有多种指导的 不光是GPS 还有什么卫星和地形 这都是匹配这样系统 从俄罗斯角度来说的话 它本身也有格罗纳兹 那么这种 一军一鸣的导航系统 对于俄军导弹 应该说是首选 对于俄军来说的话 它的精确指导武器 在平常的话 它也是反复的至少几套 这个指导系统在使用 它不可能是单独用一套 比方说光用GPS 或者是光用欧盟的伽利略 或者是中国的北斗 那么这些的话 应该是一个综合使用的 一个体系 那么只要其他国家 其他方面不关的话 我相信加上自己的 这种保障能力 它完全可以充分地保障 自己精确指导武器的使用 那滕先生我们看到现在美国 除了明火执杖着来 对中俄也放出了不少案件 比如说诽谤中国对俄罗斯 进行军事和经济的援助 那您如何看待 美国现在的这种心态呢 我觉得两方面的意思 第一方面就继续抹黑中国 那么支持普京 支持俄罗斯 希望能够继续抹黑中国的做法 另外一方面 他也确确实实担心 一旦中俄两国联手的话 那么美国所有的政策 可能都会遇到更大的挫折 其实这是完全 由美国自身心虚的一种表现 你比方说他的 去年发表的全球态势评估报告 他也讲了要同时威慑 中国和俄罗斯 他想着把两个大国 同时一口吞掉 那么这个胃口你可以见多大 那么在今年发的 印太战略报告当中 也讲了要联合盟国 来同时塑造 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的 这样一个态势 那么他其实在做这样一些 跟中国跟俄罗斯对抗的 一些行动 但是另外一方面 又想回过头来 讨好 就拉一方 打另外一方 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 所以坊间就说了 他告诉普京说 普京你等着 我先把中国打 打趴下 你别动 完了以后我回过头来 再对付你俄罗斯 这怎么可能 三岁孩子都知道道理 那杜先生同时 我们关注到 正在北极举行的 这个寒冷反应 2022大规模演习中 有一架鱼鹰发生了坠毁 您觉得这会带来什么影响 美国本来想 趁着俄欧冲突 在挪威偷一只鸡 结果把鱼鹰变成了一只鸡 也是达到了美国的愿望 从目前看 如果在挪威进行 大规模的联合演习动 实际上还是借助俄欧集市 所造成的集体恐慌 增加美国的这种战略主导能力 而且如果在北约的北翼 进行大规模的演习行动 实际上在告诉罗斯 美国有可能开PTR战场 而且通过对巴伦之海的 各种防御行动 可以封堵住北方舰队 向北极 向太平洋 包括大西洋机动的 全部路线 但是鱼鹰真不争气 因为这架飞机 本来就问题多 在摩洛哥 在阿富汗 伊拉克 包括在日本的 莫名其妙的坠毁事件 频繁发生 美国用最高级的数学家算过 说这个发动机 在转向过程中 由于下洗气流的不确定性 以及地形条件的不确定性 会在短时间内出现动力丢失 这个状态和故障到现在无解 所以本来想通过鱼鹰 包括其他高级武器装备 给盟国打打气 然后让盟国向美国 交更多的保护费 结果出现了严重的坠毁事件 而且造成了全部人员的死亡 我想这一出惨剧 会让所有的国家 对美国所谓的绝对军事优势 再打个关 这里是防务新观察 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 也感谢您的收看 想获取更多的军事新闻 欢迎您登陆中国军事网 或是关注 主要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国防时空栏目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